你最重的时候多重啊 125公斤也就是250斤 那现在呢 75公斤也就是150斤 你减了100斤 那你怎么减的呀 可能大多数人不会接触这种方法 就是切胃 对 切胃 好了各位 前两天我在各大平台上 争取了关于减肥成功的案例 结果收到了将近400多封邮件 大家来自于世界各地 有着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经历 看得我真的是大为震撼 所以今天这一视频呢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减肥成功的小伙伴 都踩过哪些坑 以他们又是怎么成功的 Let's go 职业 贵姐 最大体重100公斤 现在体重62公斤 哇 这练得有点好啊 在还没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 曾经尝试过各种中西来路不明的减肥药 就像神童一样长白草 咱们问问他到底什么情况 Hello 你试过减肥药是吧 减肥药 哦 我告诉你我试过了好多 医生就会跟你说我会帮你调配两身中药 可是呢你要照我的吃法 晚餐什么一颗苹果 哇靠 你要饿死我 不吃你 要我也会瘦啊 吸药的话它好像有一种利药剂 觉得我好像变轻了 我一旦停药了 身体有在水腫 暴影暴影 然后那些医生就是 哦 哦 你是医生给你开的减肥药吗 医生开的啊 其实减肥药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因为对于那些病理性肥胖的小伙伴来说 它是一个有效的医学干预手段 而医生在开药的时候 也会看这个人是不是因为肥胖所引起的健康问题 已经远远大于了减肥药所带来的副作用 而我们普通人为了收集金要吃减肥药 就是本来你很健康 结果吃出了头晕 暴影暴食 心悸等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十年前 有个叫区美的减肥药被下架了 因为它把处方药卖给了普通人 那后期为什么是从减肥药变成健身了 18年的时候 刚好那一任男朋友就是有在健身 他把我拖去健身房 19年我只有分手了嘛 咖啡身为力量 劈腿没有关系 你让我改变了我自己 这是非常棒的 OK 很多小伙伴开始健身或减肥的原因 都是因为分手 我们自己变好 让前人去后悔嘛对不对 下一位 职业 学生 最大体重190斤 哇 这是为双胞胎啊 哪个是你啊 现在体重138斤 这也太帅了吧 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无氧 再加上控制三大营养素 我弟也从211到了160 我没收到弟弟的照片 但如果有的话 差不多是这样吧 希望你俩能够一直互相鼓励啊 下一位 职业 学生 最大体重125公斤 现在体重75.6公斤 哇 这减了也有 100斤 我的减肥方法比较特殊 是通过手术切出一部分胃 来进行食量限制减重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切胃吧 咱们得采访他一下 哈喽 你有尝试过正常减肥的方法吗 初三体重已经到了240斤 高中的时候 因为运动减少饮食 减到了170斤 最后有胖腿 我爸妈也有一个跟我相同的观点 我的体重在这个水平线上 已经很难再套给自己 的话体重降下了 你觉得当初做那个选择 会后悔吗 会有一点 当时做完手术 连一口水都咽不下 现在很多时候 看见最想吃的东西 不进去吃多了 吐出来 所以说奉劝大家 不要采取这种方式 小张所做的这个手术 准确来说叫 锈状胃切除术 简单来说就是 把大面体的胃切掉 使留鸡蛋大小的胃 和肠道连接在一起 因为你的胃容量变小了 同时容易产生 饥饿感荷尔蒙的部分 也被切掉了 结果就是 你既不容易饿 也饱得非常快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但是很多人在手术之后 都经历了像小张所说的那种 长时间的胃食道反流 也就是吃进去 又吐出来 更重要的是 有些人本来吃东西 是为了缓解压力和焦虑情绪 结果现在什么都吃不了了 就会有抑郁倾向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因为肥胖症 或者糖尿病等等 严重的健康问题 那我非常不推荐大家 因为外貌焦虑 而优先考虑这个手术 因为它有可能会引起 其他的身体和心理的问题 下一位 职业国企策划运营 最大体重60公斤 现在体重47公斤 哇 这不像减了13公斤的呀 其实从小到大都比较瘦 但后期工作的地方 有很多美食 每天喝奶茶 长到了60公斤 其实食物中 最容易让人上瘾的三种东西 就是反式脂肪 咖啡因和糖 而当你把这三种东西 混合在一起 就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多巴胺 也就是更容易上瘾 就比如说奶茶 后来被以前同学刺激了 开始减肥 方法是每天一小时有氧 或KHIT训练 饮食上是多吃粗粮加蛋白质 慢慢减到了现在的状态 可能对于从小偏瘦的小伙伴来说 减脂减肥要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从它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你的体质是什么 环境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 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下一位 职业学生最大体重136公斤 现在体重82.5公斤 哇 这个变化也很大 我用了很多减肥方法 比如每天只喝蛋白粉 大量喝水 这不会营养不良吗 拔罐每天拔半小时 前后各15分钟 每天拔你这身上还有地方吗 那话说回来 拔罐针灸减肥 都属于中医减肥的范畴 那中医减肥到底有没有用呢 2009年在对老鼠进行了实验后 他们发现 这些针灸拔罐等等方法 似乎可以降低老鼠的食欲 而在2012年 在对117位超重人群进行实验之后 食用中药的一组 在没有控制饮食的情况下 在三个月后 减了1.5公斤 也就是说从结果上看 中医减肥也许是有用的 但是 如果有人告诉我 你吃三个月中药 只能减1.5公斤 我是不会先考虑这个方法的 最后唯一坚持下来的方法 就是健身和规划饮食 确实你一开始的方法 似乎更难一点 用一年的时间减下来 保持快两年了 继续加油 下一位 职业自媒体 跟我一样 最大体重280斤 现在体重170斤 这个人好像在那儿见过 算了不认识 算了 有没有收到我的投稿啊 我没有啊 那可能是服气的问题 你是从小就很高的体重吗 还是后期因为什么原因胖起来的 从小学开始就胖了 我爸妈他们以前很穷 要拼命吃东西 吃很多面包啊 餐食啊 大部分也是油炸的 或者煎的东西 这样的饮食 我就变得很胖很胖 爸爸妈妈的体型 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我所有的兄弟姐妹 包括我爸妈都是偏重 大家觉得像阿福这种情况 到底是先天因素多一些 还是后天因素多一些呢 还记得当我在做教练的时候 当我看到一些超重的小伙伴 我总会下意识地觉得 他要不就是懒 要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 除了脂肪基因 和脂肪细胞的数量不同 更重要的是 当你在生长发育期 摄入大量的垃圾食品 会永久性地影响你的荷尔蒙水平 而这些荷尔蒙 包括瘦素 胰岛素 都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为 所以从外人上看 他就是懒得动 管不住嘴 你之前失败了过很多次 都踩过哪些坑 我觉得最没有用的 就完全靠结实 不运动 我那个时候也瘦了一个 大概三四十公斤 但是是血不反弹回来 而且比原来还要更胖 就是因为我太限制我自己的 我吃个苹果我都有作用感 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对于有些人来说 结实会极大降低他的血清素水平 而血清素又是掌管我们情绪的重要激素 所以你会看到 长时间结实的人 会伴随着 易怒 焦虑和抑郁情绪 而这些负面情绪积累起来 又会让你暴饮暴食 造成恶性循环 所以就算为了我们的心理健康 也不应当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 下一位 职业 老师 最大体重210斤 这是个视频 为了爱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太可爱了吧 现在体重145斤 哇 他这个脸型彻底变了 第一阶段不吃晚饭 体重降到180 OK 这属于间歇性断食 因为你不吃晚饭的话 会拉长空腹的时间 第二阶段 运动加控制晚饭 每天半小时吃heat 体重降到170 第三阶段 运动加午饭晚饭一起控制 体重160 第四阶段 精细的控制加力量训练 运动加入了哑铃 体重降到了145 总结 我变瘦了 我也变秃了 没关系 你至少变帅了 大家看到这个老师的变化 是比较循序渐进的 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种减肥方式 每次只给自己增加一点点难度 从身体和心理上 都更容易维持这样的状态 不会反弹 好了 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实际上我采访了很多人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先放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视频形式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点赞过两万 我就会做下一期 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自己也深有感触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自己的经历 来去评价另一个人的经历和决定 但这是不公平的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基因都不一样 所面临的困难也都不一样 我希望通过这期视频 给那些减肥减脂过程中 有相似处境的小伙伴 一些鼓励和启发 你看他们都能成功 那你也可以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